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那时,有成千累万的群众集合拢来, 尽致互相践踏, 耶稣开始先对自己的门徒说, 你们要谨防法利赛人的教母, 及他们的虚伪, 但是,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 也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 因此,你们在暗处所说的, 将来必要在明处被人听见, 在内侍妇儿所说的, 将来必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 我告诉你们做我朋友的人们, 你们不要害怕那些杀害肉身, 而后不能更有所为的人, 我要指给你们, 谁是你们所应怕的。 你们应当害怕那杀了以后, 有权柄把人投入地狱的那一位。 的确, 我告诉你们, 应当害怕这一位。 五只麻雀不是卖两文铜钱吗? 然而在天主前, 他们中没有一只被遗忘的。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一一被数过了。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尊贵多了。 我告诉你们, 凡在人前承认我的, 人子将来也要在天主的使者前承认他。 在人前否认我的, 将来在天主的使者前也要被否认。 凡出言干犯人子的, 尚可获得赦免。 但是, 亵渎圣神的人绝不能获得赦免。 当人押送你们到会堂, 到官长及有权柄的人面前时, 你们不要思虑怎样身辨或说什么话, 因为在那个时刻, 圣神必要交给你们应说的话。 人群中, 有一个人向耶稣说, 师父, 请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吧。 耶稣对他说, 人哪, 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及分家人呢? 所以对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躲避一切贪婪, 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 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 耶稣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妇人, 她的田地出产丰富, 她心里想到, 我可怎么办呢? 因为我已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 她遂说, 我要这样做, 我要拆毁我的仓房, 令件更大的, 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古类及财物。 以后, 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存有大量的财物, 足够多年之用, 你休息吧, 吃喝宴乐吧。 天主却给她说, 糊涂人呐, 今夜就要锁回你的灵魂, 你所备制的将归谁呢? 那为自己厚积财产, 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 也是如此。 耶稣对她的门徒说, 为此, 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思虑吃什么, 也不要为身体思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贵于食物, 身体贵于衣服。 你们看看乌鸦, 它们不播种, 也不收割, 它们没有库房, 也没有苍脸, 天主尚且养活它们, 你们比起飞鸟更要尊贵多少呢? 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 使自己的瘦数增加一肘呢? 如果你们连极小的事还做不来, 为什么要思虑别的事呢? 你们看看百合花, 是怎样生长的, 它们不劳作, 也不仿之。 可是, 我告诉你们, 连撒罗满在它极盛的荣华石所披戴的, 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 田野间的野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入炉中。 天主尚且这样装饰, 何况你们呢? 小信德的人啊, 你们不要谋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忧愁挂心。 因为这一切, 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寻求的。 至于你们, 你们的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 你们只要寻求他的国, 这些自会加给你们。 你们小小的羊群, 不要害怕, 因为你们的父, 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 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 为你们自己备下经久不朽的钱囊, 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 那里盗贼不能走近, 杜虫也不能损坏。 因为你们的宝藏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必在哪里, 要把你们的腰竖起, 把灯点着, 应当如同那些等候自己的主人, 由婚言回来的人, 为的是主人来到, 一敲门, 立刻就给他开门。 主人来到时, 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 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竖上腰, 请他们作席, 自己前来伺候他们。 他二更来也罢, 三更来也罢。 若遇见这样, 那些人才是有福的。 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 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何时要来, 他必要醒悟, 绝不容自己的房屋被挖穿。 你们也应当准备, 因为在你们不料想的时辰, 人子就来了。 伯多禄说, 主, 你讲的这个比喻, 是为我们呢, 还是为众人? 主说, 究竟谁是那忠信及精明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 按时配给食粮。 主人来时, 看见他如此行事, 那仆人才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要委派他, 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 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然迟来, 他便开始拷打仆弊, 也吃, 也喝, 也醉酒。 在他不期待的日子, 不知觉的时刻,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必要铲除他, 使他与不信者, 遭受同样的命运。 那知道主人的旨意, 而偏不准备, 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仆人, 必然要多受拷打。 那不知道而做了应受拷打之事的, 要少受拷打。 给谁的多, 向谁要的也多, 交托谁的多, 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 我来, 是为把火投在地上, 我是多么怯望, 它已经燃烧起来。 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 我是如何交集, 直到它得以完成。 你们以为我来, 是给地上送和平吗? 不, 我告诉你们, 而是来送分裂。 因为从今以后, 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 三个反对两个, 两个反对三个, 他们将要分裂, 父亲反对儿子, 儿子反对父亲, 母亲反对女儿, 女儿反对母亲, 婆母反对儿媳, 儿媳反对婆母。 耶稣又向群众说, 几时你们看见云彩由西方升起, 立刻就说, 要下大雨了, 果然是这样。 几时南风吹来, 就说天要热了, 果然是这样。 假善人啊, 你们知道观察地上及天上的气象, 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机呢? 你们为什么不能由自己来辨别正义的事呢? 当你同你的对头去见官长时, 上在路上, 你得设法与他了结, 怕他拉你到法官前, 法官把你交给刑意, 而刑意把你压在狱中。 我告诉你, 非等你还清最后的一分钱, 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请不吝点赞,